说从前哪 有个木匠 叫什么呢 叫王老师 这王老师 在当地很有名气 他做的木匠活啊 从来都不用钉子 但是做出来的家具呢 又好又结实 这王木匠能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也得靠他的师父 周木匠 这周木匠啊 把一身的记忆都倾囊相受 还把自己的女儿阿英啊 就嫁给他了 这周木匠 几年前因病去世了 这附近的数十里内啊 那最好的木匠 那就得数这王老师了 这王老师啊 生意相当好 每天哪 在外面都有干不完的活 这王老师结婚不久 这阿英呢 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家里呢 还养了一条大黑狗 这三个人 一个狗 这就是一家子 过得幸福甜蜜 这条大黑狗啊 是颇通人性 每天早上啊 这王老师出门去干活去 都要将他送出几里路 这大狗才回去 晚上啊 到回家的时候 这个狗呢 也是远远的 在半路上就接着他 说这一天啊 这王老师 在离家很远的 一户人家 干活 这晚上完工啊 吃点饭喝点酒 就已经停完了 但他走夜路啊 那都走习惯了 从来也不惧怕 什么鬼邪之物 这夏天的夜晚啊 这月光很好 也不用点火把 这晚上小风一吹啊 走得挺舒服 感到也挺快的 二十里路的山路啊 不到一个时辰 就能到家 这半路呢 有一座山 这王老师翻过山头呢 在山路左侧啊 就有一片谷分坡 右边啊 则是一大片的红薯地 这条道啊 这晚上很少有人走动啊 据传说啊 这地方不太干净 狭窄的石路上 就涨满了沙潮 这王老师走了好一阵啊 就感觉有点不对劲 这条路 这应该没这么长啊 可是感觉走了很久啊 还没走到头 这怎么回事呢 这下 他就感觉啊 有点凉收收的 回头看了一眼那片坟地 这心头啊 也浮现出几分距离了 得了 跑吧 撒开腿啊 就往前跑 可跑了一阵子啊 这脚下一半 竟然呢 也绊倒在地上 在倒地的时候啊 他的眼前一个恍惚 再睁眼呢 就发现面前有好多好吃的 全是三珍海味啊 还有他最喜欢的红烧猪蹄 这王老师明明 这才吃过饭不久 可不怎么呢 就感觉这肚子又饿了 这脑子里也迷糊起来 抓起面前那猪蹄就啃 看了一会儿啊 这肚子都脏了 可他还是磕着不住 就拼命地往嘴里 就塞着各种东西 各种好吃的 最后他实在咽不下去了 吃得撑不下了 他就打算倒在地上 睡一会儿 就在这个时候啊 他远远地就听见 传来了狗叫声 一听这声啊 很熟悉 哎 那不是咱家大黑在教吗 这王老师一个机灵啊 自己刚才在干嘛呢 这是 可他这时候啊 发现自己躺在地上 完全动不了了 完蛋了 这次可能是真的撞死鬼了 这王老师心里非常明白啊 可是现如今自己中了招了 这完全没法反抗 这不到几个呼吸啊 就从前面 一阵风就扑过来 他家的大黑啊 一下子窜到他的面前 就扑到他的身上 这大黑啊 对着身上看不见的东西 就开始疯狂地撕摇起来了 这一下啊 这王老师就感觉 这身上轻松不着 接着他就瞧见一团黑影 就在刚才压在自己身上 现在这个大黑啊 对着那团影子 这顿狂咬啊 那个黑影 突然变成一个巨大的窟窿头 可是这黑狗啊 一点都不害怕 跳起来就咬他 那个窟窿头呢 一下又变成兔子 蛇等各种小动物吧 这黑狗不管那套啊 不管你变啥 上去我就是咬 最后啊 这狗嘴里咬的东西不动 仔细一瞧啊 这狗嘴里咬的是一根骨头 这突然间那骨头啊 就化成了一股黑气 一下子就窜进黑狗的身体里 这时候大黑啊 断时变得痛哭起来 不断发出惨嚎 接连叫了十几声 这狗嘴里就吐出白沫 倒在地上 这四个爪子啊 剧烈地挣扎几下 接着就一动不动 这王老师啊 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翻身坐起来 这才发现啊 满嘴都是泥啊 原来自己在红薯地里头 就吃了一度的泥吧 他呕吐了好一阵啊 这才勉强地爬到黑狗的身边 瞧得黑狗已经死了 就抱着他老泪纵横啊 这要不是黑狗前来相救 现在死的那可就是自己了 这王老师艰难地站起来 背着死去的大黑狗 就回了家了 刚到门口就一头栽倒在地 昏迷不醒了 还媳妇听见外面有动静 出来一看 哎呀这不自己丈夫吗 赶忙去喊各位邻居过来帮忙 这王老师啊 当晚就被送到医院了 一顿席胃啊 就听说肚里都是烂泥 足得有十几斤啊 过了一个半月 这王老师啊 才恢复正常 后来啊 他再也不敢半夜走那条路了 不过他很感激这黑狗 要不是家里这条狗啊 他肯定呢 必死无疑啊 他在后山找了块好地方 就把那黑狗埋了 还修了一座坟 那座狗坟呢 至今仍然在 这黑狗救主人的故事啊 当地的村民有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否真有其事呢 也就是信就有 不信则无了